說謊的難道不會經常微笑 也會經常微笑 但是你仔細再問他說 你昨天吃什麼 然後隨便答了一個說 那你吃的那個是什麼呢 你的菜單是什麼呢 他就會一開始 我會先講個大的 搪塞你 可是後面的細節 我補充不出來 說謊的時候很容易這個樣子 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分享 內容沒有細節 與經常微笑 何者是說謊者的特徵 請下呢 馬克 內容沒有細節 經常微笑的難道不會 說謊的難道不會經常微笑 也會經常微笑 但是你仔細再問他說 你昨天吃什麼 然後隨便答了一個說 那你吃的那個是什麼呢 你的菜單是什麼呢 他就會一開始 我會先講個大的 搪塞你 可是後面的細節 我補充不出來 說謊的時候很容易這個樣子 因為他沒有細節 因為其實他真的沒有做過 因為死虛烏有 當然就是對不對 會不會太合理 不要這樣嚇我 我小鹿做的心啊 聽起來滿有趣的 內容沒有細節 請謝謝 好 其實呢 要看看這個人有沒有說謊 可以從一些他的微表情 或者動作 就可以觀察出一些端倪 通常的說謊的人 他已經笑不太出來 他會坐立安安 而且講話的時候 不由自主就會大聲起來 因為要增加自己的氣勢 同時呢 如果他謊話編不出來 他就會開始哭 因為哭的時候 他可以有時間再想一下 而且他講的話喔 你會覺得好像過於激動 然後呢 他裡面也沒有什麼細節 通常呢 會以他自己本身為主 因為他不敢牽扯到 太多其他的人 一方你會再去找那些人做驗證 來喔 馬克 請 選擇 我想要選五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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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迷信嗎 準備開箱 漂亮 十七秒 十七秒 快的話有兩題 好 來 請出帝 男女孩工作是指 任務要求不高 還是重複性高的工作 請教他 鄭仲偉 任務要求不高 妳是猜的還真的知道 算是猜的 因為我覺得重複性高 不一定是男女孩 但感覺懶惰的人 可能會希望就是 我達標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複雜 重複性高可以解釋 因為我就懶 我不要思考 我就這個加這個 然後就做這個 就這樣 所以很懶 不斷地周而復始的動作 重複性 生產線工作 對 生產線 就是這種 就這樣做 懶女孩 妳不用想 變反射動作 就一樣的動作 對 裝電池 對不對 任務IC版什麼的 這也可以啊 成立啊 我今年才聽到這個名詞 今年 男女孩 我今天才聽到 對 我也是 她今年才 今年才流行的 男女孩工作 是任務要求不高 請介紹 這有Lazy Girl Jobs 那她其實並不是說 你真的知道這份工作 是在偷懶 而是這個工作 往往的工作要求 並不是很高 而且你有時候 可以在家工作 然後同時主管 也非常的隨和 而且薪水又還過得去 所以呢 你就會覺得 做這份工作呢 它會讓你覺得非常的舒適 因為你可以同時 平衡你的生活 跟你的職場 就會 現在滿多年輕人 都是屬於這種 比較佛系的狀態